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力文 我们提供理性讨论平台 希望国会更透明更进步 那么这几年来 一直都被讨论共享的经济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 最近你会发现在这个路上 会出现一种脚踏车自行车 它是写着O-Bike 那么这个O-Bike跟U-Bike不一样 它是没有什么停车的地方 特别限制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哪里都能停 但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还有一些乱象 那么前几天立法院 有委员举行的记者会 公听会 希望能够好好来讨论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管制 甚至我们要不要立法 专门来针对共享的经济 共享单车 来进一步的去约束 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都能够使用到 但是能不能合理的使用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 讨论这样的议题 先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几位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北科大专利记转中心主任 江雅琪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接着欢迎是立法委员吴思瑶 大家晚安 我是吴思瑶 好我们继续欢迎是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 主密吴国际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我们最后欢迎是 冯甲大学智慧运输与物流创新中心的 副主任钟慧宇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高有机会来跟大家谈 现在这么夯的议题 好那么我们的确这议题很夯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8月1号台北市呢 就是因应这个O-Bike的出现 所以呢 有些车子会停在机车阁上面 引发了一些民怨 今天开始不管是O-Bike 或是单车 只要停在付费的机车阁上面 都要脱掉 先看这个报道 远景在O-Bike上面贴条码 开单拍照纯正 接着拉上拖掉车 他在机车阁里面 车向这个就可以拖 在南洋商圈 一大早远景就来开单 因为自从O-Bike进到台湾 尤其在双北市就出现了大量 单车围停的情形 不只人行到骑楼 就连付费机车停车阁 也都被脚踏车占据 北市交通局8月1号展开取缔 先是一致保管 但明年1月起 就要向车主收取 至少125元的开发费用 交通局贴出公告 像是新义北车 士林 西门等商圈 找他车停在红线 跟收费机车阁里 通通都要被脱掉 移到龙门国中保管 而车主在依照号码领回 但是商圈观光客多 却不见英文构式 会 很困扰 不要说很困扰 对很多国际客进来的 这些想要来城市 是做一个所谓自行车的 一个城市之旅的人 他是有点难度非常高 所以配到说是要尽快 需要有其他方案 不能说只当成 就是因为我们机车骑士 需要都取缔 对 因为我自己也会骑脚踏车出门 虽然说要还给机车主停车空间 但看看北市 除了在信义台电大楼 科技大楼这些地方 有脚踏车阁 要单车主找车位 在台北市难度恐怕还是很高 要怎么办 有想说要退在哪吗 一早看到自己车被拖走的阿姨 真的超火 干着把脚踏车牵走 因为O-bike引起停车乱象 北市大动作清理 僵尸脚踏车 不止O-bike 所有单车主都得小心了 好 只要乱停都要被拖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O-bike是什么 也许你在路上有看到 你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O-bike的公司规模是新加坡商 那么今年开始开始在各地全球设点 包括马来西亚 泰国 澳洲跟台湾 那么特色就是它是无装 也就是说它不像U-bike一样 有个停车的地方 他们到哪里都能够停 那么共享的单车的这样的概念 随租随停 那么投放的话 目前在台湾的十个县市 分别投放有数千辆的单车 那么收费的话 押金9百15分钟2块钱 看起来光是价格 好像也还蛮有竞争力的 我要先请教委员 其实前几天有举行一个公听会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引发的讨论跟争议是不少 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些选民 跟你反映过说 我先来跟你请教 选民有跟你反映过说 O-bike他们觉得好还是不好吗 我听我的助理谈过不少 那大家当然是现在最夯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 既然是一个很夯的共享经济 那源头其实我们要先思考 在台湾为什么很多打着共享经济的大旗 进军台湾的 比如说之前的Uber 那现在的O-bike 甚至是这个饭店 这个Airbnb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那在台湾的法令都还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建制 甚至对于凝聚共事的这个讨论都还欠缺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我是立法委员 我会要求我们很多的法规面 法治的健全都要能够再跟上时代一点 但是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在讨论O-bike 那我上周主持的这个公听会里头 其实非常多的学者专家 大家其实最后定义了一件事情 其实它并不能叫做真正的共享经济 它说穿了也只是一种租赁的行为 共享经济其实最源头的 其实是它把不要的东西闲置的东西 譬如说你的家你的客厅 你可能多的房间你share出来 再做一个这个背包客的这个投诉的地点 或者是你的车你本身不用了 然后你把它share出来 这本身的这个所有权是属于一个所有者 他可能就闲置不使用 他把它提供出来大家共享 那像O-bike这样的公司 它的营运方式不折不扣 这些车辆 他所投放的一些车辆 他购置的车辆都是他公司的物产 都是他的所有权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广义的都把它说是共享经济 我们一起来思考解决的方法 但是在本质上 它跟真正的共享经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业者 其实他便利环保又便宜 那当然消费者都非常的喜欢 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大的争议来自于他把经营的成本 内部成本都外部化了 比如说停车的问题造成我们公共停车的排挤了这些原本就很珍贵的空间 那或者是说他在弃制的时候 像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很多弃制的就成为城市的乱葬杠 那这些问题包括很多也涉及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比如说你的押金有没有信托 你是用押金制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吸金行为 还有你的车辆本身的安全性 像我的助理就会告诉我 U-bike骑起来好舒服 其实国外的观光客来台湾都会说赞 我们的U-bike它本身一台的建制成本 包括窗位 包括这些车辆本身 都大概要一万多块 可是U-bike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商业形态 它的每一台车的成本了不起一千多台币 所以说你提供的这个脚踏车 自行车 它本身的安全性能 那这也是对于消费者保障端 我觉得我们作为立法者 作为政府都应当去管控的 所以我就是要总结 我们那天公听会大家都认为 我们需要在法治面加强 第二个业者他太急躁的进入台湾的市场 他欠缺把这个游戏规则 跟各个县市政府商议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讨论 我觉得现在即刻来启动 那也看到各个不同的县市政府 愿意订定自治条例 那我觉得这是往一个好的方向 但目前我希望业者能够自己有一个自律的行为 好 不过业者现在也说他们要夙愿 因为就是被罚了钱或者是被拖走 这样好 委员刚刚讲到很多点 就是但第一个是最被对多人关注 就是说到你停在这个收费停车格 或是你停在公有停车格 可不可以这件事情 因为你是无本生意嘛 这个中副主任 其实我们刚刚问过这全部的来宾 你真的是有骑过All Bike 对不对 你第一次跟他的见面是在哪边见到 我第一次看到All Bike 是在SOGO百货公司的门口外面 就是一个路边而已 他甚至没有什么停车格的位置 他就站在路边 我那时候很怀疑说 这样子可以吗 那大家都乱停就好了 你自己是怎么样 就在我们家巷子里面就有了 是啊 是很方便 所以我还缴了900块 押金成为会员了是不是 对对 第一个我想说糟糕 那你会担心说 如果到时候像委员说 你要是被诈骗人家吸金 你会担心拿不回来钱这种事 我先第一个想要是 到底他有没有纳税 所以我打电话去他们公司 你到底有没有做那个登记 他说有我们有缴税 所以刚刚还是提到 其实我觉得对任何的新创产业 要进来这个地方去试行的时候 他第一个应该是说 第一个要纳税 第二个就纳管 所以纳管应该是跟地方政府 协调好这个彼此的规范 那有一定的时间去试行 试行完之后 就是立法部分再来修法 我觉得应该整个的新创产业 应该走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应该是说 大家对于这个管的部分 就是没有管好 不过我觉得我蛮高兴看到 OBIC今天造成了乱象 因为刚好凸显了 我们台湾社会对于这个 应该叫做这个公共的停车空间 特别是路边停车空间的缺乏管理 那他凸显了这个问题之后 大家虽然说 我的机车停车空间被你占了 所以你不应该停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其实一样嘛 今天这个空间是稀有的 那假如是稀有了 那大家就去付费使用 那所以付费使用就是 机车可以也可以使用 这个脚踏车也可以使用 那大家都付费使用就好了 所以应该是说 第一个你可以 他可以你就跟这个 OBIC公司收停车费 好那再来就是说 你要是没有停在这个停车阁里面 不管是机车停车阁 或是自行车停车阁 那你就取缔 所以在新加坡 他要管OBIC很简单 因为他们车辆都管得很好 所以他只要跟他讲说 你四个小时要是没有拖走 这样我看到违规 我就重罚 那因为我们罚得不够重嘛 所以他还是有机可乘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今天这件事情刚好是 就是其实提醒我们了 其实我们应该要针对 这个路边的停车空间 好好的去做管理 包括机车的部分 那假如说今天连自行车 都要付费 理论上应该机车也应该 全部都要付费 那大家一定说 我很喜欢收停车费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台北市收完这个 汽车全面停车收费之后 我觉得那个去年的12月以后 我觉得那很神奇 因为每个人都来告诉我说 那个汽车不知道怎么样 好像就像纸折起来 它就不见了 瞬间消失了 对 瞬间消失 所以你会知道说 其实在一个 就是说付费 使用者付费的情况底下 你是会让这个资源 有效去使用的 所以在后来我们经过我们统计 其实让整个停车格的使用效率 提升了2.5倍 也就是说你多了 1.5倍的停车格出来了 所以整个停车这个工序的状况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突然 他这辈子好像没有看到 我们家停车格这么好停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All Bike凸显的是 这个路边停车格的不足 好 那也凸显的是 我们没有管理以及使用者付费 那假如是可以借由这一次 那大家也都律定好 包括机车 脚踏车 这些管理规范都做好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城市的 整个空间的规划跟发展 我都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好 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图表 刚刚说到这个 如果说让脚踏车或者自行车 都能够停在机车格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收费 这可不可行 我们现在有个统计数字是 我们光看六都啦 六都的机车的数量 跟停车格的数量的一个比较 你看到的是这个 特别用红色标出来是 包括台北 新北 台南 这个我们会说 像台北机车数有 快要将近百万 95.2万辆的机车 但是呢 停车位是 停车格是73.5万 大概是1.3台辆的机车 可以这样获得一个停车格 但是在新北就是9.2辆 就是新北的停车格 的确是相对来说是少很多的 那么再来像桃园是25.3辆的停车 一个车位要给25.3辆机车去分 还有是台南只是61.3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要先请教一下 接着请教是新北市这边竹蜜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 机车数量跟停车格的这样的数字 如果我们真的让脚踏车一起进来停的话 这不会引发一些问题吗 是 刚才主持人有谈到六都的这个停车的这个空间 跟这个供给 那我想六都他的城市规模跟道路条件确实不一样 像台北市或者是高雄市 这种原本就是直辖市的这种这种城市 他整个道路空间 人行道 甚至停车空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敞 可是相对其他的像过去的台北县 桃园县或者是台南县等等 这些所谓的县辖市 他的整个都市跟整个道路条件 确实不如直辖市 所以说每个城市有他的停车管理的手段 跟策略本来就会不一样 那如果拿台北跟新北市来比的话 新北市的停车空间 确实不如台北市这么多 所以说不管是机车 汽车还是自行车 新北市在有限的土地 有限的道路空间之下 本来就停车就非常饱和 所以说如果当all bike这样的一种共享单车 他在短短一个礼拜 就可以投入六千辆的这样一个规模 在新北市 大家可以想象他对整个城市 确实造成一种灾难性的一种冲击 所以说我们新北市才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断然 或者是这种管理的强硬的措施 所以我们在七月七号就公告这种租赁自行车 我们禁止他填放在机车格里面 那这是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我们从七月八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脱掉跟这个采法 那截至七月底 我们大概做了一些统计 all bike大概在新北市 大概投入了大概六千到七千辆的 这样一个规模的车子 可是因为违规被我们脱掉了 就超过六千辆 超过六千辆 所以意思就是说九成都被我们新北市给脱掉 讲的好听点是回收 然后讲的好听点就是我们帮他这个做一些采法 那这些脱掉相关的费用当然厂商要去负责 那我还是讲回来 共享经济共享自行车共享单车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潮流 我们从交通单位的角度 我们也是希望公共自行车能够可以很蓬勃的发展 可是我们还是特别强调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新的产业 他应该是协助管理 他应该是让整个城市更进步 环境更好 而不是造成一种灾难 所以说虽然自行车它是一个绿色运局 可是一次投入六千辆 它就不是绿色了 以新北市来说 你认为发生的灾难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个 他除了强占机车阁之外 人行道 然后这个 这个一些道路的空间都被他占满了 那我想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新北市有一些 这个被他占满很多的 类似这样一个照片 那我们其实也是不希望 台湾最后变成像中国大陆 有很多城市 因为共享单车的这样一个泛滥 然后造成整个城市的景观 非常这个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 我们走到那个程度之后 我们才来做一些断然的处置 所以我们等于是说 在整个灾难还没有衍生扩大之前 我们希望先把它控制住 所以说我还是强调 柯市长也讲 欧拜克要管理 可是管理怎么管理 就是公告他某些地方进庭 去引导他 引导这些所谓的共享单车 去依照一个游戏规则 依照这个道路的荣售力 他才慢慢的去发展 他所谓的共享经济 这是我们的态度 对但是如果以新北市或刚刚我们延续台北市来说 真的是要假设我们要定一个规范 怎么样是能够比较适合这种大都市的一个规范呢 就是让他们怎么做 你说不让他们停进去的话 那他们车子要往哪里放呢 好像这种共享单车 像这种无装式的公共自行车 其实是从中国大陆发展出来的 大陆的这样子的城市的这样子的惨案 我想各个城市大概都有 用惨案来形容 是真的还蛮贴切的 是不是 那在在欧洲 倫敦 七月多欧拜克进驻 倫敦 马上就被赶出去 对也是被都拖走了 包括他号称他从新加坡来 新加坡也在强力执行脱掉 所以说包括德国甚至包括这个旧金山等等 只要有无装自行车投入的城市 基本上都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 那怎么样管理 那我们查了一下世界各国的处理方式 我们发现有一个城市 就是旧金山 他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他公告一个所谓的自治条例 他就是规范 一个相关的这个自治法规 去管理这样子无装的自行车 那他有几个 我觉得也可以给各个城市参考 那当然台北跟新北 也是往这个方向 在沿拟我们的自治条例 第一个他是采许可制 虽然这个自行车不是特许行业 可是公共自行车 这种动辄五千辆一万辆的 就必须采取许可制 好所以说第一个他采取许可制 那个许可是说我要投放的话 要经过地方政府的许可吗 地方政府的许可 然后当然他要缴交权力金保证金 甚至维护市容的相关的这些费用 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营运计划需要经过审查 他今天不是他想投在什么大同区 就投 然后投在40他就投 投在新北的板桥他就投 不是他我们必须地方政府 这种交通单位必须去审核 他的营运计划 我们允许他投放的区域 他才能够投放 那第三个刚刚谈到 他要缴纳一些相关的贷金 然后维护市容 他有责任 不是说内部成本外部化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他要必须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 这是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的all bike会造成这么多 城市的这种混乱 就是他先把车子投了 然后再告诉你说 我没有停车空间 你应该给我 我觉得这种逻辑很奇怪 就像我们办那个万人演唱会 就到现场就发现说公共厕所不够 为什么政府不提供多一点公共厕所 我觉得他把内部成本外部化 应该是厂商要去承担 所谓的这个流动厕所的成本 所以一样 我讲回来就是说 这个all bike 或者是这种无装的自行车 他必须在投放之前 先要先有足够的停车攻击 他才能够投放 像U-bike 为什么发展这么多年了 你有听过U-bike 有造成停车问题吗 没有 为什么 以双北来讲的话 双北有U-bike两万辆 可是我们有三万辆U-bike 可以停放的空间 所以相对来讲 U-bike就没有所谓的停车问题 可是all bike 并没有按照这样子来做 所以我说很多的这样一个自治条例 我们目前正在研拟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以新北市来讲 希望我们在九月可以提到议会 经过审查之后 我们就可以公告实施 我想这样的一个乱想 应该就可以经过一个控制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提到说 U-bike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在使用 但是的确也发生了一些 争议必须要处理 那么各个地方政府 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刚刚我们有这个新北市代表 已经讲说新北市就寄出铁腕 我们就是拖到底 这样如果违规的话 新北市从7月开始 就已经禁止U-bike 占用公用的停车位 也就是说违规的话就拖 已经拖了5000多辆 6000辆应该有了 再来台北市的话 7月份已经拖掉了238辆 那么到7月底的数字 再来就是8月份开始 刚刚我们新闻看到了 现在违规的话 我们就是也会拖掉 还有其他的 包括台中已经说了 只要来一辆 我就拖一辆 那谈南投的话 我认为说这是便利居民 无法可罚 在桃园跟彰化 就是要求营运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看要怎么样计算 好 所以每个地方 都有不同处理方法 我想也是因应 刚刚新北市也讲说 其实每个地方 它有不同的生态 那你要使用的 脚踏车的方式 你的空间的方式 都有不同的考量 那能不能够 制定一个中央的规范 等会我也要请教一下委员 不过我接着先请教一下主任 过去我们提到很多 现在因应我们说科技的变化 然后社会的变化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你与其去禁止它 不如你设法让它合法 我们要管理它 你自己怎么看 刚刚大家提到的 如果说真的是 让业者 你要负担一些成本 你要给我们提供一些停车的位置 业者会愿意这样做吗 我想现在共享经济 其实是一个创新的潮流 但是共享经济这个大的帽子下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这印厂 有人把欧拜跟Uber 拿一起比较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Uber还有Airbnb 他这种共享经济的类型 是把家里一些闲置 不用的资源拿出来共享 但是相对来讲 欧拜他其实是公司 他去购买这些脚踏车的产权 所以他并不是把闲置资源 拿出来活化跟利用 但是这两者 他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就是他们常常会去利用 一些法律规管的空间跟漏洞 把一些成本就是外部化 然后他们会遇到不同的法律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在Uber的例子 我们看到说他司机 因为他用的是一般人的私家车 所以他司机执照这边 他不想要被纳入规管 然后因为他是一般人 利用自己闲暇的时间 然后去做这些驾驶的行为 所以计程车行业的管制规定 他不想遵守 所以他利用这些法律上的空间跟漏洞 希望把这些成本外部化 但是在Uber的这个例子 我们发现说是因为现在的城市 对脚踏车的投放空间的管理 其实是针对一些小型的私人使用的脚踏车的方式 但一旦遇到像这样子大量投放脚踏车 一次投个几千辆 这样子我们现有的法律的规管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与其我们来探讨说共享经济的定义 那重点可能更在于说这些不同的共享经济的模式 他走在不同挑战不同的法律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那个法律的规管模式来因应这样子的挑战 那其实那一天呢 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吴委员 他有举办一个公庆会 那那天我也有在 那我非常同意委员就是有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单车的使用者一个友善的空间 但是这个友善的空间 我想不只是针对单车的使用者 其他非使用者 同时也需要给这些就是市民一个友善的空间 所以呢 这些公共停车空间 其实是由单车使用者 还有市民 还有其他的汽车使用者 所有的交通工具的使用者 我们都是可以共享的 我想那才是真正一个共享的概念 所以如果说国家现在土地就这么多 这个环境就变成说延续刚刚那个想法是 只要是停车格 大家都能够用 那我付费使用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委员 我要回应一下刚刚主任说的 就是说除了你付费去享用Obike提供的便捷服务 那你本身使用者付费之外 其实你更应该去创造 台湾现在欠缺的是我们部件的整体的自行车的友善环境是还不足的 那包括停车 那也包括其实自由自在的骑程 安全的骑程 这些都还不够完善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那天在公厅会一直提醒 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绿色运具自行单车当道 我们就尽量去划自行车道 尽量去划自行车停车格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行人的路权永远是在最后最后最边缘 你往往就被牺牲掉了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整个城市的环境更友善 其实就including这些 虽然它没有骑车 但是它也在享用这个珍贵的城市环境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 刚刚主持人有垂寻有问到说 到底法规是中央一套好 一致性的呢 还是地方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就以O-bike产生的这种状况 面对的问题 我目前倾向我会暂时是鼓励各县市政府 去做它的自行的这个自治条例的规范 因为像不同的城市 它面临不同的一个停车条件 行车环境 你说刚刚讲的 光双北这么临近 整个大都会 但是它对于over的停车格就大不同了 一点多辆跟九点多辆 是完全不同的 那其实像O-bike 我认为它应该先从偏乡开始推 像譬如说在花东 它可以结合我们的观光 好像我常常到国外去看艺术记 到一些偏乡小岛 他们就是提供这种自行车的方式 让你可以骑着自行车 去游历这个偏乡 这个城镇这个岛屿的风光 所以如果在花东地区 它本身用O-bike的方式 是以观光客导向 来思考的话 那它有另外一套管制的方式 那如果说在双北 我们是以提供通勤族 这个回家最后一里路的 这个补给的话 那当然它的思考的层面不同 那现在双北台北跟新北 各自在做一些自己的法规 那我在法规面 我在做一个归纳 其实不外乎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管理业者 管理业者就包括刚刚主秘讲的 让它有许可制 它要付一部分的 看是多少定额的这个权利金 它必须有协助划设停车位 提供停车空间的这个需求 那包括它对于投车的数量区域 也要被管理 那包括我们也要管理业者 它譬如说它的这个报废的这个期限 刚刚讲的它的成本相对低 那你的车是三年就强制要报废 还是五年要设定一个合理的期限 这些都是来管制业者的 那另外一部分 法规要管的 其实是要保障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那我们那天公历会也包括 这个部分包括我们要求要纳保 那纳保 比如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 公共讨论的题目 你是保这个汽车 这个叫做它的产品责任险就好 还是要扩及第三责任险或是扩及这个伤害险 纳保是保障 骑乘者跟可能在路上引发的这个纠纷或是伤害 那你要保障使用者的权益 那也包括我们在考虑说个人的资安 那天我们的这个江主任一直提到 其实欧拜的公司是非常简易的 直接从手机的软体系统你登在家加入他的会员 他就拥有你很多detail的个资 而这样的个人资讯的这个资安的保护 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立法上一定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包括我刚刚讲的保障消费者也包括这个车子本身 他的基本的安全配备要到哪里 所以overall来说管理业者跟保障消费者 会是我们鼓励县市政府去因地制宜 我刚刚讲的花冬的状况跟都会区的状况不同 那可以投放的区域不同 它的容售量不同 所以我目前倾向先让各地县市政府 去做自己的各地法规的一个修订 那如果有必要 我想台湾的就是滚动来检讨 如果有必要针对这种共享经济的到来 包括不只这种Obike这种共享单车 其实还有Wemo共享机车 还有Zipcar已经进入台湾的共享汽车 在中央法规可能适合去做一个比较高阶的 对于共享交通运聚的一个宏观的思考 对 教授这边要补充对不对 是 因为我想要呼应一下 刚刚吴委员提到的说 其实那间公听会大家有提到不只是 就是对这个投放空间的管理 然后还有就是押金的管理 然后保险的部分 还有资案的部分 而且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发生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它是在中国一个共享单车的使用者的例子 因为他忘了登出他的账户 等到他再登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他账户里面已经被扣了 就是上千万的款项 那当然是系统发生问题 可是系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一定也会发生别的问题 所以资安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然后之前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要创造一个让单车使用者 还有其他的市民都一样是友善的环境 那我也要呼应刚刚委员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行人的用路安全 那我要提一个例子 就刚刚就是除了旧金山 就是他们有做了一个很好的共享单车的管理规则 我要提一个欧洲很有名的单车城市 单车国家荷兰 他们有1600万个市民 但是他们总共有1900多万辆单车 所以这是一个单车使用者 环境非常友善的国家 那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单车专用道 他们有单车专门的使用的交通规则 然后他们的国小学生呢 毕业的时候一定要通过一个 6公里的单车测试 然后国小上课的时候 就会教他们就是在单车使用道上面 他们如果遇到车子遇到行人 他们的交通规则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保护 所有不同的使用者 在这个交通运输的空间里面 大家可以和平的共享 那一个新的交通规则 这也是必须要思考跟制定的 那我是想要强调说 除了在这个产业的规管上面 我觉得同时也要思考说 其他的使用者 他的需求 的确就是骑单车在路上 是真的还蛮危险的 我觉得如果是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接着先请教一下中副主任 刚刚大家这样讲下来 好像就是说管理的部分也不只 当然停车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也不只是这些问题 你自己怎么看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对这样的 我们说要拥抱新的东西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效地 跟他共存 自己看 所以刚刚其实前面两位 已经有提到 就纳管的部分 其实包括你整个产品的品质 价格 你要不要对这个社会 或是都市有一些回馈 这个都是可以规范 所以还是回到 当你一个 其实应该说 只要是一个公共运输 其实基本上是有牵涉到 你用公共的空间来做提供服务的 那你本身就应该要去管理 把这个规范定好 那很多的新创产业 包括像现在Zipcar要进来 其实因为Zipcar要进来的时候 其实在交通局 他已经有做了一个可行性的研究 所以他也回顾了 所有全世界的这些案例 所以他知道说 他应该在厂商的规范上面 他要做哪些的规范 所以很清楚他进来 他就有一个比较 应该说很明确的规范 他可以走 那就不会产生这些 大家说就是认知上的落差的问题 所以重点还是一样 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是做好管理 所以业者的管理就告诉他说 你应该遵守哪些游戏规则 你跟着这个走 那你没有遵守好 那我们就是重罚 好 那其实刚刚刚 其实刚刚还有一个新的服务进来的时候 其实刚刚还有提到 就是说教育这件问题 因为 其实交通就是一个 是一个大家都在用的环境 然后我们台湾因为很自由 我们的运具非常非常多元 好 所以在台湾就会特别凸显了 就是到底在这个环境底下 大家怎么样去共同使用这个环境 好 那这里面就先是到这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他们小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就要叫他骑脚踏车 其实他们应该上幼稚园的时候就叫他走路了 所以也就很清楚说交通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被重视的 那所以应该幼稚园交走路 小学交 交这个骑脚踏车 他们国中的时候就教怎么骑机车 其实日本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说一个运具引进来 不是只有授权说让这个运具可以在你的环境上去 去商转或是去贩卖 更重要的你必须要去教育你的用路员 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道路 好 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把每一个运具 你的路权包括行人 各种运具的运具 你应该怎么去用这个路权 有一个清楚的规范 还是回到政府就是管理 那你有个清楚的规范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范来使用空间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 这个应该叫做有秩序的环境 怎么样叫做重罚 你认为说怎么样的去 针对不同的情节去开罚 是会让不管是业者或是民众 能够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的 我举个日本的例子好了 日本你要是停车 停车因为他们都违规记点 违规一次就是记两点 然后违规记六点之后 你就被调找了 对 好 这里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说如果骑Obike的这个 我们说是使用者的话 假设你就是乱停的话 你也会被记点 对 然后记点多的时候 也许我之后骑脚踏车的时候 那我的费率就比别人高 是 或者是我以后就被取消我的资格 直接会员费都收掉 就不用 不能起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方法 是这样吗 主秘这边你自己怎么看 因为我们还有一张图卡 是针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4条 等会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所用的罚 罚的这个条例 就是说 如果你是慢车驾驶人 当然包括自行车 你要是不依规定 停放车辆的话 是罚300到600 这样的罚还 很多人说拜托这也太少了吧 现在新北市光是拖掉六千辆 这样子是罚下来是多少钱 慢车确实他要罚驾驶人 那个处罚条例74条 就是罚300到600 那我们刚算了一下 如果以U-bike被拖掉 三六千辆的话 大概 对不起 O-bike 那算起来包括罚金跟这个拖掉费用 我初估大概300万 可能有些人觉得说300万好像 好像不是很重 以他投这个六千辆七千辆这么高的这个部分 可是目前我们的处罚条例 就是这样一个规模 所以说如果大家可以需要加重处罚的话 那必须经过修法 还有就是说地方政府刚定到的自治条例里面 我可以针对罚则部分特别提高 就是说你对特别的哪一种这种恶意的行为 我可以加重处罚 那我们目前大概也有评估 可能就会至少一千两百块起跳 对 然后这是我们自治条例 也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 那我还是谈回来 就是说刚刚大家谈到很多运据 运据其实不分好坏 就是说你自己适合哪一种 所以汽车机车或者自行车各有它的优缺点 那如果U-bike跟all bike来看的话 虽然都是自行车 可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整个自行车的这个市场 它还是可以有一些区隔的 所以我认为U-bike目前在整个市区 大概都已经建设完成了 包括捷运站周边 all bike如果要进来 其实他不需要跟U-bike抢 那个最后一里路 因为只有那一里路 你就跟他抢干什么 所以我当初一直跟all bike这些厂商 一直跟他的建议 就是说这种新技术新的产业 你应该有一个新的蓝海 你应该去往这个all bike U-bike没有普及的地方 你这是你未来的利益 所以说我们当初有希望引导他 去往一些大学 像其实台大里面没有U-bike 其实像管理还反而比较好管理 台大 府大或者是台北大学 这种校园很大的 然后这个原本里面就很多单车 那因为自行车本来学生族群 就是他最主要的使用者 所以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先 可以先所谓的试办 或者是先运行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些有一些比较封闭的社区 或者是比较大的社区 像北大特区等等这些地方 或许他可以在里面去跟社区的沟通 跟民众跟里长这些 大家有个共识之后 他再来偷车 我希望他 我相信这样子 他会比较这个沈穆斯 就是说大家可以接收率比较高 那第三个 当然委员刚刚有谈到一些市交的地方 因为U-bike目前 U-bike我坦白讲 U-bike设置费确实比较高 平均一个站是150万到200万 如果说以新北市 大概300站到400站 我的建置费用就要6亿到7亿以上 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 他很欢迎那个U-bike来 因为U-bike跟他讲说 我不用钱 可是俗话说 这个不用钱的最贵 因为U-bike我们现在也看到 他对整个环境的冲击 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说U-bike跟U-bike 他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 所以自行车本来就个市场 其实蛮大的 所以我们从绿色运输的角度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和平相处 就像当初捷运开通的时候 人家说公车完了 会被取代了 可是现在新北跟台北的公车 这么普及 所以说整个 那个公车跟捷运可以互补 我相信U-bike跟U-bike 还是可以互补 好我们这地方先休息一下 就会回来继续讨论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提到了刚刚说 这个U-bike引发的这个效应 还有说到底如何能够让他受到管理 那么大家都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比较好的 有这样的服务 对民众来说是好的 不过我接着请教一下委员 当然会不会有些讨论说 比如说新创 在开发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的时候 总是会受到一些旧有的法规所限制 觉得政府管太多 对民众来说那我当然是享受者 那我觉得这个便宜又好用 方便到我家 那为什么不使用 这些东西会不会到时候管制越多 说不定会像之前U-bike那样 那不然我就先暂时不要营运 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 民众反而会觉得说 你这是在抑制一些新创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 那政府当然应当去预测 一个新兴时代的到来 共享经济的到来 新创产业的到来 你如果能够要尽可能的去跟时代接轨 先去把所有的法规不合时宜的 或者是你要就不合时宜的先修一修 或者是要去创建新的法律 来因应新的时代需求 我觉得这是政府要去思考的 那另外一端我觉得业者本身 你是一个新创的创业家 你是引进国外进步思维 进到台湾的 那我觉得你自己也应当准备好 你的准备好 业者自己的准备好 也包括你要有能够去跟政府协商的能力 就是说我这个新的样态的模式 它的运作是怎么样 它的business model是怎样 那你要能够去跟政府协商说 我们如何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下 去做配套 或者去创建一个新的法律 所以政府如果能够未雨绸缪 跟上时代就是最好 但业者本身也应当负起你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你不能只打着说 我是新创 我是创新的思维 我先来了 然后游戏规则 你们后面要来替我补上 或者是完全推翻过去有的一个法律制度 我觉得我非常鼓励新兴的经济模式 但是本身跟政府谈判 跟整个时代在运行的 很久的这个法律秩序 要有一定能够磨合的能力 所以这是我对新创产业的很多的期待 譬如说我举Airbnb Airbnb它这样的一个很新的 你看国际真的有很多观光客 背包客它会因为看到一个漂亮的照片 在台湾的某个农村有一栋很可爱的小房子 它是民宿 然后因为这个照片会飞来台湾想去住宿 想来这里观光带动了地方确实存在 但是像Airbnb这样子的新型的这种旅创业的 他们的面临的就是 你要适用旧的在管理饭店的那种规模 比较高的这种一套规范 所以现在我也在协助这些Airbnb的这些 跟旧有法令不合的这些新创业者 去找出一个新的可能 但是我要说如果在你引进这个新兴的模式之前 我们也能够启动跟政府的对话 我觉得公民时代到来 公民跟政府一样大 当你有一个新的模式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勇敢的去跟政府做沟通协调 像我们新北市的代表在这里 他之前也为了Obike跟他们谈很多 我觉得政府是愿意去调整 只是新的模式 民间永远跑在政府前面 那你要勇敢的去跟政府做折充做沟通 共同把这个好的游戏规则律定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企业 他应当负齐的责任 江主任对于新创来说 怎么样的游戏规则是 你会觉得是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好去协调的呢 其实我还是想要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提到说之前我参加委员的公厅会 然后里面大家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共同来打造一个 让单车使用者友善的环境 其实我认为说这个友善的环境 不只是包含所谓的单车使用者 也不只是包含Obike产业 那是包含所有在这个城市里面 使用交通运输工具 还有其他产业的人 那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提到 就是柯市长他讲到说 因为Obike未来 他可能就会消灭Ubike 那不管这个预测对不对 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Obike 他少了一个刚刚主密提到 他少了一个很大的设占的成本 但这个设占的成本 我想要提醒一点说 其实Ubike他比较像是在一个政府的 公共运输的政策里面 他一个last mile的节点 但是Obike他本身 他是一个私人营运的商业模式 那我想这两者他是可以并存 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国家 像我刚刚提到的荷兰 他其实也有就是这两者并存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拥有一个城市的Ubike 我们也可以同时拥有一个 就是私人营运的像Obike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只是在这边我想就要呼应一下 刚刚吴委员提到说 其实我们要来设计一个好的游戏的规则 但是这个好的游戏的规则 我想可能不只是针对产业 不只是针对就是用路人 或其他的交通工具的使用者 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一个整个城市 他的交通运输的想象跟规划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政府 他是非常提倡绿能 也提倡就是休闲运动的这个概念 那单车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如果我们今天在台北市在骑单车的话 我自己很喜欢骑早上车 可是说真的在台北市我还不太敢骑 不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是我想到说我要跟其他的机车使用者 跟其他的那个汽车使用者 一起在道路上用路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安全 所以如果要打造一个 让单车使用者一个安全友善的环境 那是不是要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比如说专用道 比如说行人的交通规则 那这可能也涉及到 就是之后像是责任险 或者是道路险 其他的那个险的规划 那还有其他的那个配套法律的问题 好 中副主任 其实我们讲到说 如果是整个整体看规划的话 单车现在不管是在大都会 当然在乡村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在大都会这边 现在这个只要骑上了 不是自行车道的话 就要被罚嫌 我想很多人都会骑在人行道上 其实也不见得是说我要违法 而是我真的很怕跟机车骑在一起 有点恐怖 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们说既然大家要推广环保嘛 然后自行车这样 这个该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一些规划呢 我还是要回到台湾是一个 运据非常多元的国家 其实我们的交用问题 比其他国家复杂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说 之前我们在台北市推这个自行车道 我们也推过在路侧以及推到后来放在这个人行道上面 那后来我们是认为 在台湾现在机车这样多的环境底下 其实只有把它放到自行车道上来的话 是比较可行的 那所以我们会在自行车 人行道宽度足够的地方 也就可以保留 这个为这个行人保留了这个足够空间的地方 我们去做人行道上面的自行车道 那这样子我相信应该是大家最喜欢 就像刚刚这个老师说的 好像他才敢骑 可是大概全台湾只有台北市 比较有这样空间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假如说我们要期待 只有这样空间才可以发展自行车的话 我们很难走到一个绿色的这个运具使用的城市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教驾驶人 去把你的车开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机车 甚至汽车的考照制度 其实都是非常的阳纯 好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把驾驶人交好 然后我们就放他到马路上 所以大家都觉得 我骑在马路上很危险 其实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交话车 这个使用人去把他的行为规范好 是 好 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 第一个我刚才说 设施我们很难去 有这么大的空间来做这个事情的情况底下 其实我们应该回来去教育我们的人民 好 所以应该是要把脚踏车的人 你应该是要怎么骑 好 机车 汽车 你应该是在这个路上 怎么去使用它 好 就把这些都规范好之后 就放造你的考照制度 好 那考照制度就是要加烟 你现在看我们的机车考照制度 你去里面绕了几圈 好 考题都是事先公布的 你都知道 你知道吗 像日本他们是考六七十项 全部抽考 全部抽考你就要去 你就是要学六七十项 所以就不会有我们 所谓我们没有驾训班 因为六七十项要考过实在太难了 所以他们就会有机车驾驶的这个驾训班 所以机车因为太灵活了 所以在日本英国 在欧洲国家 他们机车考照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他应该是要把驾驶人 教好了才放上路 其实我们到今年开始 才有实施汽车的路考 以前我们一样是在考场里面考 对 好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把驾驶人的品质观好 第二个你上路之后 你没有好好开车的话 一样就有个违规记点 同样的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日本 欧洲 欧美国家 他们的违规记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我们下转了 大家看下转给大家吃